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变速箱液压传感器 开关闭电路间歇性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 发动机诊断故障代码通常适用于所有配备OBDR的车辆 例如GM 雪佛兰 本田 丰田 福特等 但在日产车辆中更常见 变速箱油压传感器 开关 TFPS 通常安装在变速箱内阀体的侧面 尽管有时可能会拧入变速箱翘体 阀体本身的侧面 TFPS将机械变速箱压力转换为用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或变速箱控制模块 TCM 的电信号 通常 PCM TCM 随后将利用车辆的数据通信总线通知其他控制器 PCM TCM 接收该电压信号以确定变速器的工作压力或发声换档的时间 如果此必输入与存储在 PCM TCM 存储器中的正常工作电压不匹配 则设置该代码 这也可能是由于变速箱内部的内部机械问题所致 请参阅特定车辆的维修手册 以确定特定车辆的B电路 P0849 通常是电路TFPS传感器电路问题 尽管如前所述 也可能由于机械问题内部泄漏 法体内的指挥球破裂或缺失 系统工作压力 主管压力低 法卡在法体内 在故障排除阶段不能忽视这一点 尤其是在处理间歇性问题时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因制造伤 TFPS传感器类型和电线颜色而异 相关的反式流体压力传感器B电路代码 P0845 变速器流体压力传感器 开关B电路P0846 变速器流体压力传感器 开关B电路范围性能 P0847 变速器流体压力传感器 开关B电路低压 P0848 变速器流体压力传感器 SwitchB电路高代码严重性和症状严重性取决于发生故障的电路 由于这可能是电器故障或机械故障 因此PCM TCM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偿 该故障可能意味着如果采用电子控制 则PCM TCM会修改变速箱的换档 P0849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故障只是灯亮换档质量变化车辆以二档或三档起步 加速模式 原因设置该代码的原因通常是 TFPS的信号电路间歇性断开传感器 TFPS传感器的信号电路中的电压 间歇性短路TFPS传感器的信号电路中的接地 间歇性短路TFPS传感器出现故障 可能是内部机械传输问题 可能是PCM失败不太可能 更换后需要编程 诊断和维修程序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与P0849一起设置了任何已知的与电源相关的代码 或者是否设置了多个压力传感器 开关代码 如果是这样 请首先从与电源有关的故障代码开始诊断 或者从多代码诊断开始诊断 因为这可能是P0849的原因 接下来 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变速箱油压传感器 开关TFPS 通常发现TFPS固定在变速箱内法体的侧面 尽管有时可以将其拧入变速箱撬体 法体本身的侧面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 寻找刮擦 摩擦 裸线 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请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尤其是将它们安装在变速箱外布时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 如果您使用扫描工具 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是否返回P0849代码 如果不是 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这是此规范中最常见的问题 因为外部变速箱连接的腐蚀问题最多 如果P0849代码确实返回 我们将需要测试TFPS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 关闭钥匙 断开TFPS传感器上的电连接器 将数字电压表 DEVAM黑色导线连接到 TFPS传感器线数连接器的接地或低参考端子 将数字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 TFPS传感器线数插头上的信号端子 关闭发动机钥匙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 电压表应读取12V或5V 摆动连接以查看它们是否更改 如果电压不正确 请修理电源线或接地线 或更换PCM、TCM 如果先前的测试通过 则将欧母表的一根导线连接到 TFPS传感器的信号端子 另一根导线连接到 传感器的接地或低参考端子 检查传感器电阻的制造商规格 已在为施加压力时准确测试压力电阻 在监视电阻的同时 摆动变速箱油压传感器 开关上的连接器 如果欧母表读数未通过 请更换TFPS 如果所有先前的测试均已通过 并且您继续获得P0849 则很可能表示TFPS传感器发生故障 尽管不能排除PCM、TCM发生故障 而且在更换TFPS传感器之前 内部传输也不会出现故障 如果不确定 请寻求训练有素的 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 PCM、TCM必须已编程或已针对车辆进行校准才能正确安装 总共就是准备看念 就是准备晚